我剛剛講的貴賓剛剛到 我震動了一下 我們的永遠的局長 謝志偉 謝謝大使 講兩句好嗎 謝謝寶華嫂 我很高興寶華兄 我們在德國 在台灣見了面的王丹 還有各位朋友 我及到跟王丹講一句話 就是馬英九不可能跟你會面 有媒體上傳播學上的理由 你想想看 馬英九如果跟你要碰面 那麼第二天 媒體上面就會報導 因為他的英文的王丹 英文發音比較奇怪 所以媒體可能記者會說 馬英九會完蛋 所以他不能跟你碰面 今天 我跟 保持亞里好 月水姐也來現場 今天在場的很多朋友 如果從過去的歷史來看 這裡有所謂的蝴子 有蝴蝶蝶蝶蝶蝶 有中國人 有香港大國 有美國的大國 有在中國和台灣 走來走去 那麼是誰讓這些人能夠聚在一起 理由很簡單 就是在中國 還有在台灣 還有在歐洲 在美國 這個世界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面 半個世紀來的 學到一件事情 就是對人的尊重 對人的尊重 因為這樣 在歐洲 陷入 最遠到俄國 最西 甚至於 包括整個歐洲 包括法國 然後渡海到英國 還有 可以到非洲 甚至 中國的青島 在過去 但是 回過頭來看 民主人權自由 他終究 會得勝 這就是 今天 我們騎的這個地方 大家三角逗人 人的尊嚴不容侵犯 這是德國憲法 德國基本法 在十二年的納粹之後 所得到的教訓 所以第一名的基本法 憲法 第一條 第一章 第一條 第一條 第一句話 就是 人之尊嚴 不容侵犯 那麼 這些 讓我們 站在一起 這樣一個理念 做一個人 不能讓人交談 有我們的尊嚴 這是給大家 這個信心 他的信仰 我在這邊 謝謝寶花嫂 跟寶花兄 還有其他朋友 大家的努力 我們如果站在一起 力量就很大 我們如果分散 就會被他們擊敗 我想 昨天 台灣的民主史上面 兩個不大 可是很重要的事件 一個叫做劉建國 所以留在台灣 留在台灣建國 多美麗 謝謝各位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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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謝謝加油 好的 接著大家 等待一陣子了 我們的特別嘉賓 王丹 林老師 楊老師 還有各位前輩 各位朋友 大家午安 今天很高興站在這裡 因為我們看到 青年反共救國團 我還是沒有感慨 我覺得過去的 20世紀 100多年的歷史 已經證明 就是共產政權 共產黨 本質上講是邪惡的 所以反共 應該是一個普世價值 我想任何尊重 人權 民主自由的人 政黨 國家 都應該以反共 作為自己的一個 基本的 應該遵守的一些原則 那麼我當然也希望說 這樣的普世價值 在台灣能夠得以 堅持下去 所以我想 今天這樣的一個 演講會 應該是 是一個彰顯 一個台灣人 應該堅持的一種 普世價值的 這樣一個機會 那另外我想 我來參加這個活動 當然也有一個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跟林保华 楊岳清 兩位老師 也算是認識 非常非常久的 這種望年交 他們在紐約的時候 我1998年到美國 就開始認識他們 而且因為我在哈佛 讀書嘛 住波斯頓 那麼每回到紐約來 基本上都會住在 他們二位的家裡 然後我父母 到美國來探亲 基本上也都會住在 林老師和楊老師家裡 那對我們 都有很多的 這種照顧 所以應該講 也算是通家之好 所以這種支持 我想既是出於 道義上的 這種同悉相求 也是出於這種 個人情感上 理應的這種支持 那麼各位也都知道 就是 當然在去年 政黨輪替以後 現在兩個關係 發生很大的 這種變化 在這樣的背景下 我們又遇到中共建政60周年 那麼在中共過去的60年裡頭 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對中國大陸有什麼影響 對台灣有什麼樣的企圖 那麼中國60年 我們要給一個 什麼樣的評價 我相信林保華 林老師都會給大家一個 非常完滿的一個解釋 這些年來 林保華 林老師在 在我們這些海外 艺人士中 享有很高的聲望 我想主要基於兩點 一個是我真是很少見到 像林老師這樣 比耕不翠的 其實她的年紀 比我們都大 大一個層次 但是 其實她的這種 寫作的勤奮呢 永遠超過我們這些 讓我們年輕人 想起来都有點 都有點汗顏 這麼多年來 她積累了 大概都有幾百萬字的 這種寫作量 包括在網路上 林老師也是花了 很多的心血 其實 幾千 幾千字 幾千次 幾千萬字的 这种 这种寫字量 我想這種影響以後 一定會在歷史上 留下一個痕跡 那麼第二點 我覺得 林老師給我一個很大的 一個鼓舞和啟發 就是她這種堅持 對這種基本價值的堅持 這麼多年來 其實我們也看到 不管是 台灣走的民主道路 還是大陸海外民運 去追求改變中國 所走過的歷程 其實也是 已经感渴 但是我看 我從來沒有看到 林保華老師 上氣內過 相反 她應該是 愈挫愈勇 這點我覺得對我們年輕人 也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鼓舞 但我還是希望說 在台灣真的能有 更多的年輕人 來參加 林老師 楊老師 他們這樣的活動 讓這種基本的 普世價值 能夠延續下去 那麼至於具體的 就是對中國的這種認識 我們當然 我們相信 林保華老師 一會兒會給大家 有很精彩的評論 等到評論完之後呢 也許我有些意見 再跟大家做交流和分享 所以再次 謝謝大家來到這裡 謝謝 謝謝 謝謝王丹 我也恭喜他 學也有成 我先生呢 不放心 給我下了一張紙條說 怎麼漏了黃大姐講話 我怎麼會忘呢 你想想看 這麼有分量的人 我當然是要擺在後面呢 對不對 他怎麼可以擺在王丹前面呢 我們最愛的 黃月衰 國策顧問 黃大姐 黃丹 那各位嘉賓 親愛的保華兄 以後請你漏掉我 我通常沒有錢的演講 我是不太想講的 而且我的青春算 我不搶你的麥克風都不行了 不但沒有錢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最早的捐款 就是來自少數的幾位朋友 其中之一就是黃月衰大姐 我們再度給她一個掌聲 我今天 今天是廖中山教授去世十周年 我跟廖教授東山嫂 林采玲女士請假 我跟她講說 今天這一場非常重要 因為這裡面呢 關系到 因為在廖中山教授 要過心一情 她去世前 把她送回家裡的時候 那時候我剛好在全民電台 一專民電台 在主持節目的時候 我跟她做最後的call out 通過話 那一幕永遠都在我心頭 就是一位中國到台灣的外省老兵 最後死前還是記者 要為台灣 獨立建國運動來付出 所以我們在這邊 借林寶華的塔 來紀念廖中山 請大家給她掌聲鼓勵 那我只要跟王丹講說 王丹 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 偉不偉大 你心中有數 但是呢 還有中國的人民也無辜 中國的山水美麗 中國的文化可以交流 但是呢 目前的中國共產黨 實在是可惡到情 所以我們對你的期待是 你趕快回去幹掉他們 我們就可以自由自在的到中國去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祝演講成功 謝謝 謝謝 非常感謝 好 那麼 現在我們就進入正題